燃气罩打不到火 换了电池还不行 怎么回事 刚刚有客户说 他家燃气罩就出现了这种问题 我们去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就这个燃气罩 品牌是个帅炕的 打不到火 没有火花 不过可以听到燃气的声音 这边也没反应 这个电池在这边 这是新换的 新换的 昨天换上去 电池也正常 不过看这个电池盒 这边好像有点弯 这个触点好像断掉了 这个打不掉 把这个掀起来 这里有个铁片就断掉了 断掉了 断掉了 它这个边就接触 接触不好 首先把这个触点给它刮一刮 清理一下 尽量把它清理干净 现在找个铁片 然后用这个电烙铁 这样直接给它焊上去 加个铁片上去 试试看 先用电烙铁 给它加上焊锡 再把这个铁片 给它焊锡上去 看一下这边是不是导通的 可以 好了 把电池装上去试一下 这边可以了 也可以了 把这个封门调整一下 哦 这样可以了 就看这边 好 就这样 就把这个焊锅的位置调整一下 好了 你看一打就着 好 这么也可以了 再去训练啊 没问题了 打热火 就是电磁盒 里面铁片生锈了 导致的接触不好 所以说电供不抹去 所以说就没有火花 然后这个火焰刚刚很黄 就下面那个封门没调整好 然后不好打火 不好着火 就是这个灶头 有点脏 或者位置不对 把它重力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好 这个铁器上全部就搞定了 可以